在这个视频里我们将要证明一些比较简单的关于平行四边形的问题 第一条题目说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平行四边形ABCD 让我们来证明平行四边形的对边长度相等 所以我要证明AB等于DC以及AD等于BC 先让我在这儿画条对角线 我画条对角线 这条对角线取决于你怎么看它 它和两组平行线相交 所以你也可以称它为一条结线 算了让我重新画一条整结一点的线 我能画的比这条好 好吧这条线并不比前一条画的好 我只能画成这样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对角线DB 看成平行线AB和DC的结线 如果你这么看你就可以发现角ABD 等于 所以这里这个角ABD 将会等于角BDC 因为它们是内错角 现在这里有条结线还有平行线 因此我们知道角ABD 等于 角BDC 现在你还可以把对角线DB 看成这两条平行线的结线 就是另外这对平行线ABD和BC 如果你这么看你会立即发现那个角 就是角BDC 就是角BDC 等于 角ABD 理由和前面一样 它们是结线和平行线相交 形成的内错角 形成的内错角 所以我可以这么写 当结线和平行线相交的时候 所形成的内错角是相等的 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两个三角形 三角形ADB和三角形CDB 共享一条边 因此这条边肯定是相等的 这点为什么有用呢 好吧 也许你已经意识到了 我们刚刚展示了这两个三角形 它们粉色的角和这条边 都是相等的 还有绿色的角 所以粉色的角这条边 还有绿色的角呢 都是相等的 因此我们刚刚通过角边角定理 证明了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 然后把它写下来 我们已经证明了三角形 就是这个由无标记的点和粉色点 还有绿色点为成的三角形ADB 和这个三角形全等 就是这个由无标记点 粉点还有绿点为成的三角形CBD 同样也是通过角边角全等证明的 所以这是角边角全等定理 好吧 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如果两个三角形全等 那它们所有相应的角和边都会相等 比如DC边对应的是BA边 底下这个三角形的DC边 对应顶上三角形的BA边 所以它们一定相等 所以DC 没错我们得到DC等于BA 因为它们是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 所以同理可得这个等于那个 AD对应的是CB 同理可得AD等于CB 就因为它们是对应边 我们证明了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 现在让我们换个思路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种四边形 它的对边是相等的 我们能不能够证明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呢 好吧 这个证明的方法和前面类似只是过程相反 首先我们先在这儿画一条对角线 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对三角形比较了解 所以让我们来画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最难的一个环节 让我们拭目以待 画得还不错 好的 所以很明显CB和它自己相等 所以我要这样画 这个很明显因为这是同一条线 然后这里有些有意思的是 我们已经把这个四边形分成了两个三角形 即ABC和三角形DBC 注意这两个三角形的三组对应边 都是相等的 所以通过边边边定理 我们可以知道它们是全等的 我们知道三角形 我从A点开始 到另一半 所以三角形ACB和三角形DBC 全等 这是通过边边边定理来证明全等 好吧 这又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这告诉了我们所有相对应的角的角度 都是相等的 所以 所以比如说 角ABC 和让我给它做个记号 角ABC 和 你可以看到 和角DCB是相等的 和角DCB相等 因为它们是全等三角形里的对应角 我在这儿因为要节省时间 所以写的比较简略 因为三角形ABC和三角形DCB全等 所以这两个角相等 这非常有意思 因为在这儿有一条长长的线 它和AB还有CD相交 而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这些内错角是相等的 也正因为我们有这些相等的内错角 我们可以知道AB和CD平行 所以这条边肯定和那条边平行 所以通过内错角相等 我们知道AB和CD平行 内错角是结线和平行线相交形成的 现在根据同理 我们也可以知道 那个角角ACB和角DBC相等 我们知道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角的角度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角等于那个角 好吧 它们可能是内错角 它们看起来是因为这有一条结线 而这有两条线 但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平行的 但是因为内错角相等 我们可以知道这两条线实际上是平行的 所以这条边和那条边平行 所以因为内错角相等 我们知道AC和BD平行 这样就正好了 所以这题还是挺有趣的 我们已经证明了平行四边形的对边 长度是相等的 然后如果对边的长度是一样的 那这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实际上我们从两个方向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被你们称为当且紧当的陈数句 你可以说如果四边形的对边平行 或者你可以说四边形的对边平行 当且紧当它们的长度相等 你可以说当且紧当 所以如果它们平行 你就可以说它们的长度相等 同时只有当它们的长度相同时 它们才会平行 我们已经从两个方向证明了这一点 那就要是六边形成这一点 除非应该是五边形成三内 所以我们在是三边形成三阶 所以我们可以说八边形成三阶 没有什么形成三阶 五边形成三阶 有点相差